吃天然抗组织胺胡皮素舒缓过敏不适。 蔬果这样吃更加分。 你也是每到换季,就饱受鼻子、皮肤、眼睛搔痒等过敏病症所苦的过敏儿吗?每次发作都只能扬赖抗组织按药物控制。 营养师表示,其实除了服用药物外,适度进行饮食调整,从新鲜蔬果中获取有天然抗组织胺之称的胡皮素成分,做好日常营养照顾,也是很好的辅助舒缓选择。 过敏缠身。原来是免疫失衡,释放大量组织胺惹瘀。 不过,在讨讨为什么透过食用蔬果等食物,补充有天然抗组织胺美名的胡皮素成分。 能帮助舒缓过敏不适前,我们不妨先来了解,什么是组织胺,抗组织胺,而过敏症状发生与否,和上述两者间的关系与激转。 成海语营养师表示,其实造成过敏症状出现的原因,主要和人体内的免疫系统失衡有关。 一旦免疫细胞被过度活化,身体便会把原本不该产生反应的物质,视为对人体有害的入侵物。 此时免疫细胞为了排除入侵者,便会释放大量的组织胺成分,使血管扩张、发炎,以及此交易物、过敏源,排出。 所以根据发作部位的不同,也会引起红肿、骚痒、急诊等不一样的过敏症状。 顾抗组织胺药药物能帮助改善,减缓过敏不适的主要原因,就是因为它能干扰人体内接收组织胺的接受器,避免两者,组织胺,组织胺接受器,结合,产生过敏反应。 虎皮素不仅是天然抗组织胺,研究还能降发炎,降低气喘发病率。 而虎皮素之所以有天然抗组织胺的别称,就是因为它能帮助抑制组织胺释放,发挥类似的辅助改善效果。 至于虎皮素的具体作用为何? 呈含语营养师解释,虎皮素,curocetin,是黄铜纯类化合物,flavomose,的一元,也是一种植物多酚,多存在于水果,蔬菜和穀物等植物中,具有一定的抗氧化特性。 根据2016年刊登于Nolycules其刊的研究发现,虎皮素有抗病毒活性,抑制组织胺释放,减少发炎因此,并抑制白血球界素负4,IL4,产生的作用。 有力改善人体免疫细胞中TH1细胞,TH2细胞平衡,抑制人体内的EG1抗体生成。 进而达到防止过敏源与EG1抗体结合,避免身体释放发炎物质,发挥免疫调节特性。 且在芬兰一项流行病学研究中也证实,适度补充狐皮素,对于降低气喘发病率有一定帮助。 因此,适量补充狐皮素确实有力缓解气喘,过敏性鼻炎,蕁麻疹等过敏病症。 洋葱,莓果类,喝茶,补狐皮素吃这些食物就对了。 但想要补充狐皮素,到底该怎么吃才对呢? 成海语营养师提到,属于黄酮醇类化和5亿元的狐皮素,广泛分布于各种植物中。 如果以日常饮食常见的食物来说,含有丰富糊皮素的蔬果包括,洋葱,芦笋,青椒,青葱,以及苹果和草莓,蓝莓,蔓越莓,覆盆莓,黑醋莉等香果类。 另外,适度饭用红茶,绿茶,乌龙茶等茶饮,也是获取糊皮素成分的好方法。 根据2015年刊登于Food Chemistry期刊的研究也指出,以类黄酮类化合物来说,虽然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三者没有显著的差异。 但若单纯以糊皮素的含量来看,红茶含量则最高。 因此,想补充糊皮素,适量喝茶也是一个好方法,唯一要注意的是,要喝乌糖的茶饮才是相对健康的选择。 这样吃过棒。 三方法补兑糊皮素,营养更加成。 成韩语营养师也特别从营养学角度,分享能让身体更有效把持下肚的糊皮素,加以吸收,利用的营养加成方式,提供给大家参考。 方式易合维生素C,液酸,其他类黄酮类化合物同时摄入。 在补养糊皮素的同时,也食用含有液酸、维生素C,或其他类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,能帮助提升人体对糊皮素的生物利用度。 下列食物组合就是很好的搭配方式。 苹果维茶,含有胡蝶素也含有其他类黄酮。 苹果奇异果,高维生素C,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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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奇异果,摄取非常高! 方式二根脂肪一起吃 胡皮素是一种对热稳定相对稳定的营养素 且根据2013年刊登于Molecular Nutrition和Food Research期刊的研究 就提到胡皮素跟脂肪一起吃能增加它的利用率 因此,料理时选择用好油快炒或拌匀后使用都是不错的方式 方式三代皮食用 其中,紫洋葱来说,胡皮素多集中于外环,以及洋葱根部处 而苹果则以果皮处浓度较高 所以,一般来说能带皮吃的食物,就建议可以连皮一起吃,来提高利用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男 您知名,吃口 drew浓度较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男 不仅须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